介绍为您报道 前联电董事长曹新成被指控违法投资中国合建科技的案件 本来一二审都是判无罪 不过在检方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 在去年的12月发回高等法院更审 而经过了9个月的审理 高院今天的更一审 还是判曹新成无罪 联电子公司被控在民国90年违法投资中国合建科技公司 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和副董事长薛明志 涉及违反背信罪和商业会计法 14号高院更一审判两人无罪 但全案仍可上诉 商业会计法的那个罪名 在我们刑法的学理上叫做不做违法 而且他处罚的是去做实际 做商业会计的那个行为人 所以在法理上 根本他连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主体都够不上 曹新成和剑案的背信罪 原本一二审都被获判无罪 但检方仍认为违反相关联的商业会计法上诉 最高法院在去年12月发回更审 这让曹新成相当不满 甚至曾经在开庭时怒斥法官 不过现在更一审无罪 曹新成则感谢法官就事论事还他清白 我对于上次更审是有意见 我有抗议 那么也拒绝出庭 那么这次法官还是判无罪 表示 第一个感谢他们 这个度量很大了 没有跟我计较这个抗议的事情 曹新成曾因为核建案 公开批评高院不断发回更审 是浪费司法资源 导致案件无限期的拖延 因此曹新成再次呼吁检方 在败诉后应该停止再上诉 借蔡元陈伯玉特别报道